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玩 大家好 各位學員 大家好 我們這個學校是基礎的法理討論 基礎法理討論 要對法理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and brief introduction 所以這是很難得的機會 這些觀念都不會很困難 但是都很基本 希望大家利用這一節課的時間 把這些基礎學會 以後大家在看新台灣論 還是研究更高深的戰爭法 才可以很快的就入門 因為我們以前已經很多前輩 已經學了好幾年 我們現在才參加的話要加快腳步 我們現在有這個機會 在這裡學習戰爭法 是一個奇異的恩典 因為以前的人沒有這個機會 也不知道這個戰爭法 所以就是用台獨還是公投還是街頭運動 來達成這個想要為台灣的好的目的 其實這是錯誤的方法 其實這是錯誤的方法 法理才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法理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技工 或是提供我們場地的有限生 都不是為了自己 或是為了我們下一代 Not for our sale but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這些志工 大家如果看到的話 都有機會給他們鼓勵一下 替他們加油打氣 那為了下一代的話 有兩個網站大家一定要去認識 第一個我們都知道 都是台灣民政務的網站 台灣民政務的網站 第二個在這裡推薦給大家 就是台灣qualification 這個是最近成立的一個網站 都是美國提供機密資料製作成影片 很有參考的價值 而且都是權威性的資料 網址在這邊 www.twqualify.com 大家一定要記起來 然後去上面看 那這個網站還會繼續再增加內容 如果有人說台灣民政務的法理是根據什麼 那最簡單的方法 請他看一下這個網站 這個是都是美國的權威的機構 還有官方的機構 還有官方的機構來製作的影片 還有官方的機構來製作的影片 好 那有什麼我們在這裡 為什麼我們在這裡 為什麼我們會在這裡 因為2009年的4月7號 有一個對本土台灣人很重要的判決 這個訴訟 在美國的網站也有報導 在2009年的4月6號 在examiner.com這裡 他有說 A lawsuit to change the course of Taiwan's history 一個訴訟得一旦改變台灣歷史的過程 很重要的訴訟 因為這個訴訟 他釐清了台灣的legal identity 法理的地位 法理地位 但是有人會說 Why little identity matters 為什麼法理地位有什麼重要性 這個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我們知道的事情越多 那我們會遇到的風險越低 假設這個白色的這一塊 是我們知道的事情 這紅色的部分是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可是常常在這個灰色的絕大多數 這個部分 是我們不知道我們自己不曉得 就是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自己不知道的東西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還有這麼多事不了解 這是灰色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越多 我們的生活的風險就越高 所以 法理身份也是一樣 如果還處於灰色地帶 我們就很危險 所以 有人知道為什麼 2001年的 2011年的3月17號 美國可以在台灣自理設關口 自設海關 為什麼有這種情形 還有2012年 倫敦的奧運會的商場 所謂的ROC的國旗 掛上去兩天就被撤下來 那麼進場也不能拿國旗 退場也不能拿旗子 只能寫個TPE這個 這些都是我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那麼出國比賽要穿什麼 也沒有人知道 常常不一樣 如果是一個國家就很清楚 哪一次比賽都是穿一樣的衣服 每一次比賽一定穿一樣的衣服 這個旗子 這個國徽都不會變 所以我們自己有沒有很清楚 外國人很清楚 但是我們自己不清楚 我們要怎麼回答這個大聯盟的教練 說 Are you Taiwanese or Chinese Taipei? 你是台灣人還是中華台北人? 在我們還沒有來這裡之前 我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那要怎麼樣來分辨自己是什麼人 並不是以感情 那不是以感情 是看我們皮夾裡面是 鐵爪是哪一條證件 那是說你是左邊這一張 就是中華台北人 那是右邊這一張 就是本土台灣人 那我們的晶片不是自己製作 那不是自己製作的 沒有這麼厲害 自己可以製作這個晶片ID卡 這個跟科威特是一樣製作的 科威特的 他們的公民的ID卡也是這樣 跟我們的正反面幾乎是一樣 我們最近這兩天 前兩天才有一位童心 勇敢地跑到關島 照一關鬥 去入關 這個引起很大的轟動 所以從現在開始 你要做一個選擇 你是要拿這本還是要用這一張 這個是開始你要選擇的時刻 那有人說我也不出國 我都沒出國 那這些國籍跟我都沒有關係 可是有人不出國 他在國內 不是國內 在台灣裡面參加活動 這個APEC創業的高峰會 這個是前幾天的事情 參加這個2014年APEC As a Red Network Summit and Challenge 這個創業比賽被外交部關切 為什麼 外交部為什麼要關切 他關切每一個參賽者 台灣有13個左右的企業團體 或是學校團體入選到最後的比賽 都被接到這個提醒 請禁用中華民國的國號 也不可以用台灣的這個文字在裡面 那第二個是說禁用國旗的符號 不能出現這個圖像 否則會予以移除 這個主辦單位在台灣裡面 自己告訴自己的參賽的民眾說 你不可以用ROC 也不可以用台灣 也不可以用這個圖形出來 這個是為什麼 所以其實我沒有出國 我都沒出國 這個國籍的事情 還是影響到我這裡 那為了釐清這個國籍的問題 冷千控朗尼有一群很有智慧的台灣人 在秘書長的帶領之下 到美國去提出這個訴訟 Roger C.S. Lin 然後跟美國政府的訴訟案 這個是因為秘書長發現 美國的憲法有人權的精神 那我們以前早年都在國會 或是在其他的部門 來主張台灣人的權利 並沒有什麼作用 最佳的方法 最有智慧的途徑 就是走司法的管道 直接控告美國 走這個出現 所以在2006年的10月24號 本土台灣人林志生 和本土台灣人們 就是秘書長跟我們 這會在美國華盛頓DC提告美國政府 標的是台灣國際地位 與台灣人權保護的訴求 這裡有暗號 到2008年4月7號 高等法院受理本案 暗號在這裡 那美國的法院的官網 它有公佈一個法庭的實況錄音 就是整個在辯論的過程有錄音 錄音檔可以下載 在美國的法院網站 我們的辯護律師是Charles Camp先生 然後美國政府的辯護律師是Patterson女士 寫在這裡 這是法庭的實況 這是我們的辯護律師 Charles Camp 這位是美國的政府的辯護律師 是哈佛大學的高材生是Patterson女士 這個法庭的實況錄音 我們的電腦老師李老師 就是我們的同心前輩 把它做成中文版 各位可以在這裡去找到 法庭實況錄音的中文版 不一定要打這個網址 就是自己Google一下也找得到 所以建議大家有空去聽一下 大概三四十分鐘 非常的精彩 這裡是一段揭露 但是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不會沒有辦法全部講 就是揭露一小段 當時的法官對我們的原告 我們的辯護律師Charles Camp說 你代表的台灣人來提出這個訴訟 這是很 It's breathtaking 你要求的東西是非常震撼 令人震驚的事情 因為有這麼多人 幾百萬幾千萬的人沒有國籍 那個是可能法官以前沒有想像到的事情 所以法官就對被告律師說 美國的行政官員 他可以退出這個條約嗎 他可以脫離 跳脫 或是逃開這個條約嗎 Can the United States walk away from that treaty? I don't think they can 這個是法官就直接講 我不認為可以 法官就很直率坦白說不可能 還沒有等到佩德森理事說話 他就說不可能 這一段都是法官在質問辯護律師 就是美國政府的辯護律師 質問到這位佩德森女士 她有點動搖 有點招架不住 I'm a little shaky 我有點動搖 但是法官就告訴他說 行政單位不可能跳離這個條約 The answer is no 答案是否定的 沒有辦法 所以在2008年的法庭 就直接有一個基本的結論就是說 Prentive 就是原告 have essentially been persons without a state for almost 16 years 其實現在快70年了 這是當時是60年 又過了快10年 所以原告本土台灣人 近60年來是沒有國籍的身份 那基於這個原因是基於60多年來 美國跟中國的爭吵不休及變化多端的關係 就困住台灣人 Trap the inhabitants of Taiwan 把我們台灣人困在一個Political purgatory 就是政治的煉獄 政治的煉獄裡面 所謂政治的煉獄就是說 不斷的選舉 然後選擇並不是有法理身份的總統 這樣不斷的循環選舉 很像一個情形 如果大家想像說 在西藏的流亡政府 逼迫印度人選舉 這個是很離譜 很荒謬的事情 但是這個情形已經發生在台灣60幾年 好 所以 during this time the people on Taiwan have lived without any unformally 沒有一個正式的 被國際社會承認的recognized government 大家都生活在沒有被人家 他承認的政府底下 好 以實際的意義來說 in practical terms 這個還是法官的意見 this means they have uncertain status in the world community which affects the population 是day to day life 最重要是這裡 法官認為這個必須要釐清沒有錯 原告的訴求是合理的 因為這已經影響每一天day to day 每一天的生活 以前我們不覺得 慢慢就覺得 像剛才舉到的一些例子 也許我出國會遇到情形 跟我在國內會遇到情形 其實不是國內 就是我離開台灣 或是我留在台灣 都會遇到國籍上的問題 並不是說我在 我離開台灣就不會遇到 或是說我躲在台灣裡面 就不會遇到 這都不可能 這種侵害性的模糊 pervasive ambiguity 驅使上訴人 driven appealance to try to constantly define the layer national identity and personal rights 法官認為這是非常合理 而且值得同情 所以在2009年的4月7號 高等法院就判決說 這五點 就是大家應該這幾天都常聽到 老十四年來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台灣人沒有國籍社會心靈的政府 台灣人民選擇在政治的連絡 第四就是 台灣在美國軍事占領中 第五就是 要求美國行政黨委 要主動招作原國訴求 這是最重要的結論 這裡提供幾個問題給大家討論 大家去思考 希望大家在一邊上課過程 去想一下答案看看 為什麼在去年的6月9號 自由西部的報導說 台灣的地位未明 台灣的法律地位 人是被佔領的領土 這是誰的領土 誰現在在接名中 這個大家可以思考 然後再想一下 台灣的主權在哪裡 台灣人是脫離殖民地 台灣人是安裝給人改變國籍的 為什麼美國說 台灣跟中華民國都不是國家 所以剛才那個APEC創業大會 才會說禁用台灣ROC 這兩個都不能用 禁止使用 這個是鮑威爾將軍說 為什麼他否認台灣跟中華民國 都不是國家 上面是台灣人的法理身份 legal identity 這個是這兩三天 大家可以一直去想 假設你有答案 或是你沒有答案 在你上完課之後 你可以寫下來再檢查一下 看是對還是不對 上完課之後再check your answers 或是明天結訊之後 自己再寫下來 那我們這一節課是分三個部分 第一是經代法理 第一是名詞簡介 第三是法理台灣 什麼是近代法理 就是有別於以前的時候 以前的時候就是 不同的國家民族去修法 政經 怕牙就是全部併吞 怕書就是直接滅亡 這個官僚在1820年到1830年一號 和唐破仁時代一號 有很大的轉變 換言之因為戰爭而引起的 因征服而割讓的領土 或是事後簽條約之後 因條約而割讓的領土 這個觀點有很大的不同 拿破仑時代以前 領土被控制就屬於併吞 主權就轉移到敵人的手上 這個為什麼我們不鼓勵 現在也不希望這樣 因為這樣的話是鼓勵戰爭 只要我打贏 主權什麼都是我的 打樹就滅亡 那我一定會一直打 打到我贏為止 那也不用 最好是打到整個地球都是我的 這個是鼓勵戰爭 但是現在不是這樣 打破仁時代以後 即使打贏的 也只能夠稱為佔領 而且佔領不宜轉主權 這是我們初級班第一個重要觀念 這樣怎麼能夠宜轉租款 因為佔領只是一個狀態 並沒有簽條約 這種情形已經形成國際戰爭慣例法 北鑽歐里蝦底1907年海牙第四公約 負責第四十二條 這是不只這個觀念 而且是白紙黑字寫在法條裡面 在國際法有本書一定要知道 就是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就是Henry Whitten所寫的 Henry Whitten是很有名的 法學家出生在羅德島 是美國的Lawyer Juris Department 他是美國的律師 法學家跟外交官 這位就是Henry Whitten 這本書很重要 就是把國際法寫得很詳細 所以在1864年 大清國下令 翻譯成漢文在北京出版 日本帝國政府也在1865年 引進這本書叫做《萬國公法》 就這一本在京都出版的《萬國公法》 雖然是美國律師所做的 但是亞洲的國家要面對西方列強 也需要承認這一本書 因為這個是基本的國際秩序 《萬國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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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近代法理很快 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它有分成国际法 Henry Whitten做下的国际法 还有第二部分是战争法 战争法是分成五个体系 这些总和起来叫做近代法理 当然还有占领法 国际战争惯例法这些非常多 大家如果有兴趣 有体力就要一直去研究下去 好 我们到第二阶段 来到法理名词这里 法理名词我们Q差不多十几个到二十个 用英文字母的顺序 From A to Z来介绍 第一个是alive nations跟alive forces 就是盟国还是盟军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中央美国跟美国是同盟国 所以跟我们日本台湾就是敌对国 所以根据同盟国占领日本军事政府 最高统帅General Mike Arthur 1945年颁布 一般命令第一号 General Order No.1 指派蒋元帅负责受享日本领土 弗洛摩沙跟彭河群岛 其实范围不止这个 还包含满洲以外的中国 还有东南亚战区的法蜀印度支那 就是北岳这里 也在蒋元帅的 对蒋元帅的受享范围 所以蒋元帅是被同盟国盟军统帅 指派来台湾代表接受投降的 在1945年10月25号 台北公会堂这里举行 那会场同时有悬挂四国的国旗 我们要注意到是对盟军投降 不是只对中国投降 所以这个 南线框起来的部分有四国的国旗 那代表日本政府 投降的 投降方式 投降方式大日本帝国 所属第四方面军 那当时蒋元帅没有来 他是指派陈宇将军 代替他来主持 这个受享典礼 那在北岳的部分 可能有老师讲到 蒋元帅是派卢汉将军到北岳 第二个名词 我们说的是比利杠 比利杠不是一个法理名词 但是它对台湾有很大的影响 这是美国一个重型轰炸机 它的载弹量是这样 这是一台飞机的载弹量 它每一个弹头可以破坏掉整个 差不多中山足球场的面积 在今年的二月份 台湾还有欧留一个卫泡弹 在新一计划局那边 欧留卫泡弹 它在1944年到1945年 从基隆到屏东 可以说从南到北 都是大规模的轰炸 尤其现在的高雄市 高雄市被轰炸很彻底 因为它是当年日本在设计 高雄市是一个海港跟那个 不是重工业 是航空城 高雄市的航空城 所以高雄市周边有 燕巢机场 大钢山机场 四五个很重要的飞机场 所以之后高雄被轰炸得很彻底 这是基隆港轰炸的情形 这是基隆港 去年十二月还挖到卫泡弹 这是轰炸新竹机场 新章也是轰炸得很彻底 新章有海军油库在 新章是乡山区那一带 这里轰炸嘉义飞行场 轰炸之后 美国人还可以做弹着点的分析 看头弹的准确度多高 好 所以在美日太平洋期间 攻打台湾跟朋友的行动 都是美军单独行为 美军损失大量的军人 军舰及战机 最后让日本国旗在台湾下降 所以根据这个战争行为 是美国人单独所作为的 所以美国 美国是台湾地区的 主要占领全国 这个是没有问题 这是没有问题的事情 蒋元帅的军队 所以是来处理台湾军事 这么大的任务 导致一个委任跟被委任的 主从关系 好 第三 你先看到conquest conquest还是conqueror 这是战争法里面 没有说像帕牙还是像帕苏 没有这种说法 而是说谁是conqueror 像是征服者的occupying power 政府者一较借全力去占领 在海洋公益 日内外公益也找不到叛牙陆军 还是接受投阳陆军这种理念 我们都focus在 who is the occupying power 谁是征服者 但目前台湾地区被占领地区的 征服者就是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一直有选举 选到现在就是欧巴马总统 所以欧巴马总统就是 但日本台湾地区的征服者 那这位征服者的意志 就是被征服者的法律 这里有一个原则 除了万国公法之外 the way of the conqueror is the law of the conquered 所以 这个是身为被征服地区的人 要有这个共识 那被征服者跟征服者 政府的关系 也要依照征服者的宪法及法律 所以我们这里 也是要遵循美国宪法 也是因为这样 我们才可以根据美国宪法 注重人群的精神 来提出控告 我们很快看下个字 session session就是割让一事 割让有三种就是买卖 最简单就是买卖来割让 美国用钱来买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 把苏联买阿拉斯加 第二种就是战争来挂牛 比如说美西战争之后 西班牙跟福利宾 广州葡萄卖来挂美国 第三种就是limbosition 这个比较复杂 我们刚好就是这个情形 太平洋 古今双厚油 日本放到台湾 没有指定收受过 就是limbosition 那这是一个战时状态 不是最终的结果 所以我们现在是处于战时状态 更详细的内容 大家要去看新台湾论 下一个字 对杜勒斯 杜勒斯界的人很重要 他是古今双和平条约的人 他的家族都是国际法的专家 杜勒斯先生 美国总统艾森豪 是代表国务卿 对战争法做研究 而且在杜勒斯写的 旧经上条约里面 有为台湾人留一条 合乎法理的深入 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路线 杜勒斯底 1951年4月12号的 英美会议 出示一份外交备忘录 提到开罗圈员 As regards Formosa 讲到台湾并不是要把 台湾 Session of Formosa to China 并不是要把台湾割让给中国 这句话非常重要 这个是写 又经三和平条约的人 他写来的 写给美国跟英国的外交备用录 并不是要把台湾割让给中国 这个在官网的台湾战争史回顾118篇 大家要去再读一下 所以不管有多少专家学者说开罗圈员 但是最权威的我们来看杜勒斯 杜勒斯说不是用开罗圈员 把台湾挂给中国 这个是最权威的见解 下一个字我们看很快到外部自觉 External Self Determination 外部自觉就是脱离一个母国要去独立 这可以吗 我们用时事讨论来看 日本说让冲绳独立好了 可以 可不可以 The answer is no 这个答案是不行 不行 跟台湾一样是不行的 因为台湾跟冲绳 在实施大日本帝国宪法之后 已经不是殖民地 完全脱离殖民地的身份 所以是大日本帝国不可以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没有办法寻求法理独立的正当性 一点都没有 完全没有 就是一点点0.001的可能性都没有 所以在今年四月份 美国的亚太 东亚籍亚太师傅助理 助亲罗素有说支持台湾autonomy 那这个是不是又是支持台湾独立呢 autonomy是不是independent 答案也是都不行 The answer is no 还是不行 因为这个autonomy并不是independent 详细的分析在官网的秘书长的文章 日本主权下的台湾自治 这一篇有很精彩的分析 最近一个例子可以想一下 这个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 它要举行一个独立公投 但是全世界都反对 从美国到日本到欧盟都反对 因为这个是违反国际法 也违反乌克兰宪法 任何违反宪法的事情 没有国家会自己支持 所以华盛顿有报说 欧巴马总统说 Cremium secessioned vote is unconstitutional 这个是违反宪法的事情 而且欧巴马总统也说 还违反了国际法 所以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他也说暂缓这个公投 最后是迈倒了 整个迈倒了 因为不合法 不合理 没有国际社会支持的事情 没有人要去做 都是浪费时间 所以说 普丁区公投把他取消最好 好,CNBC的报导说 Putin urges postpone这个referendum 拖延这个公投 普丁告诉乌克兰的判军说 Postpone succession road 归去卖岛 拖过去就好 因为公投之后又不合法 也是没有意义 我们看到下一个字 Government in exile 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这些东西 并不是只有台湾才有 古军中外已经很多流亡政府 譬如说Polish London Polian流亡政府在伦敦 French London Korea Shanghai 还有最近的特别德兰沙拉 很多流亡政府很多 有一个原则就是说 这些流亡政府 必须要流亡到他国 法兰里公刚才叫做流亡政府 如果特别德兰沙拉还流亡在西藏境内就不叫流亡政府 一样的 Chinese Taipei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国流亡政府 如果还流亡在中国的境内 叫不叫流亡政府就不是 违反这个原则 所以同理可以证明台北不是中国境内的城市 这个图形可以证明 这个照片 自己中华民国驻台北总理事馆 如果台北是中国民国城市 不可能 中华民国在台北设中理事馆 中理事馆 我们都知道 读过国中就知道 这个是要设在国外的地方 中华民国真正的首都在南京 这个是中国人做的不是我们做的 这是中国人去的中华民国建都南京 下一个字 Inhabitance of Taiwan 台湾的住民 什么叫做台湾的住民 根据台湾民政府的公告 2010年11月3号发理认定 第一点 A 据正式中华民国国籍 就是中国人 那是据非正式中华民国国籍的 奔透台湾人 就是无国籍人 那什么是法理奔透台湾人 是1945年9月选择 日本提供签导航书的时候 在日本在你的台湾有户籍 那现在还有户籍的 那是台湾的公民 就是本土台湾人 the people of 台湾 那根据联合国大会的世界人权宣言 说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国籍的权利 所以根据这一个我们才要去争取国籍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国籍的权利 这是 这是基本的人权 那这一点是注意一下 如果因婚姻关系也会造成国籍的判定会改变 比如说 无国籍的人 那设计的参数叫零 有国籍设计的参数叫一 那么零加一就等于一 所以无国籍跟有国籍结婚 都是变成有国籍 我这个请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那在战争法的架构里面 我们座名还没有讲完 在被占领区的座名 他的公民权利义务是被悬吊起来 譬如说我们拿琉球河纳瓦来做个例子 在河纳瓦在被美国人占颁的期间 他没有护照 他就是拿旅行证件 拿这些旅行证件 琉球列岛 美国民政府颁发的旅行证件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1945年的4月1号冲城大决战 美国以优势的军力 差不多五倍以上的军力 强行登陆攻占琉球 那琉球的守军 日本帝国的海军跟陆军就通通阵亡 全部阵亡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河纳瓦的人就是拿旅行文件 再进出琉球 这文件有很多种 有的是从河纳瓦到日本 有的是从河纳瓦到日本再出国 有的是坐船 有的是坐飞机 很多种 那我们就顺便介绍一下 常常有人提到什么是完生 完生就是在台湾出生的日本人 这是因为有一位小姐 田中石家小姐 她在台湾跟日本两个地方到处奔波 来协助完生捶留她的身份 在日本也有报导 这是完生对台湾的想念 在前几个月有 这个完生 88岁 Suzuki-san还回到台东 来找她的身份证明 她说 这么多年来好像是一场梦 一下子就过去了 自己已经变老了 她要带回台湾的泥土到日本 撒在她父亲的坟上 很多完生透过这位田中石家小姐 回来找寻她的身份 这个是年底会上瘾的电影 完生的电影 那为什么完生一定要找她这个身份 因为日本人有一个习惯就是 如果有一天我过往后 我希望有我的出生证明 和一本死亡证明 跟我一起下葬 这样就代表说 我在这个世间 当时来跟当时走 是一个完整的人生 所以完生一定要回来台湾 找一个出生证明 所以完生就是要来台湾 完整基本出生户籍腾本 跟我们去申请台湾民间护理身份证 ID卡 也是要经过这个手续 去护政事务所 来签一个日本时代户籍腾本 有人还没有申请台湾民政府ID卡 请举手 还蛮多人的 请赶快去申请 不然没有办法 证明你自己是台湾人 好 我们到下一个字 Japan and the Emperor of Japan 日本跟台日本帝国 既然是不一样的国家 因为修容的宪法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的国家 日本国修容的宪法 就是日本国宪法 和平宪法 台日本帝国修容的是明治宪法 他们的尼亚头的范围也不一样 日本国旗局限在欧凯特 本周九州四国 四大岛 大日本帝国是在北方四岛 日本列岛 沃金纳瓦 台湾群岛跟新南群岛 好 有几个观念我们要知道 日本国宪法没有条文废止 大日本帝国宪法 日本国宪法也没有排除 大日本帝国宪法 日本国宪法 现在由日本国政府来施行 这个政府的首相 现在是安倍总理 这是日本国的地图 但是大日本帝国的宪法 没有废止的条文 只有修宪的条文 所以天皇制仍在 天皇还在 大日本帝国宪法 不会因为没有政府 来自动废止 也没有任何记录 废止大日本帝国宪法 这个在论坛5月23号 秘书长的文章 大家要去看一下 好 这个是大日本帝国的地图 这个是大日本帝国的地图 在大政五年 台湾在这里 这个也是大日本帝国的地图 台湾在这边 这是大日本帝国的铁道图 台湾在这里 也有英文版的Mable Japan 1912年的日本地图 台湾在这边 这是美国人画的 注意一下 它没有南北韩 朝鲜没有在这里 只有台湾跟沃沃 才是日本的领土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好 我们看到下一个 这个法理名词 就是自然法 law of nature the nature law 简单来说 就是说法律 它不是说 只有人类可以制定 神也可以制定法律 这是自然法的意思 那我们不是传教 所以用这个神 可以是你信仰的任何一个神 那自然法的书 有很多可以看 这本书 就是 简单说 上帝或是神 是自然法的创立者 那人是遵循者 自然法约束 引导人们向善 追求善 the good 这是自然法的用意 那自然法的原则 一点都不会困难 它不会因为年纪 受教育的高低 来影响对它的了解 比如说 有人肚子饿了 他就想吃东西 这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 那你看到有别人困难 如果你的能力所及 会想去帮一下忙 这个是自然法 但是强烈的情绪 或是作恶的倾向 会阻挠这些 原本你就具备的自然法的知识 所以人不要有太强烈的情绪 那作恶的念头要减少 这是Aquinas写的自然法的书 为什么我们会提到自然法 因为讲到法理 就要了解一下这个位阶 国际法的法律位阶 最高是这个自然法 the nature law 在下一个层级是 the law of nations 就是国际法 这个在第二个层级 那第三个层级是 各国的宪法 比如美国宪法 英国宪法 the constitution宪法 还是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 International treaties 在第三个位阶 那么越下面的位阶 不能够抵触上面的法律 所以不管怎么制定宪法 还是签约国际条约 不能够抵触第二个国际法 那国际法也是根据 最高位的自然法来制定 一样推荐大家看台湾短评二十五篇 秘书长有很精彩的分析 所以大家有空一定要上官网去看文章 那个非常多 文章非常多 好 军事政府 military government 这个我们都知道 这是因为战争状态而产生的政府 那他还是要遵守 Law of Nations 军事政府也要遵守万国公法 军事政府的指挥官的权利 也受限于万国公法 所以有一个原则 It's a principle that no one Even though commanding is bound to do that which is unlawful 就是被人家命令的情况下 也不可以做非法的事情 这个是不然会违反国际法 好 下一个字我们谈到国籍 国籍并不是感情的判定 而是法理的认定 比如说有人喜欢去美国 并不能说我喜欢美国就变美国人 那有人喜欢去纽西兰 纽西兰的自然环境很好 不可以说我认同纽西兰 那我就是纽西兰人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大家喜欢去韩国 也不可能说我喜欢去韩国 去东大门 去哪里玩 我就变韩国人 这也是不可能 所以国籍的判定 并不是一厢情愿 这是法理的认定 所以日本台湾人的国籍 是在1945年4月1号 这很重要的日子 日本台湾参谱 参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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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台湾人参战和参政权 才让日本台湾人得到这个国籍 什么国籍 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 从此变成日本天皇的臣民 跟内地的日本人取向的地位 那当时曾经给台湾人有思考期 在1895年的6月17号 给台湾人思考期两年 想要做台湾人的人 和日本台湾人的人 可以留在台湾 那不想当日本台湾的人 就可以离开 想要去中国 美国 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 所以两年后有1300人离开 但是不到半年 三分之二的人又回来 表示愿意当日本台湾人 因为当时的日本 已经是很先进的国家 最后还是会回到 大家都喜欢当先进国家的 高级的人 Nationality 并不是标的物 不可以买卖转债 也不可以剥夺 那国籍的转移取得需要基于三个原则 志愿 意愿 跟合法 三个原则 所以我们的国籍 我们现在非法取得的中华民国国籍 为什么说它非法 就是没有根据这三个原则 那每一个人的国籍不可以任意剥夺 也不可以反对他改变国籍的权利 所以如果有人喜欢当美国人 有人喜欢当中国人 我们也不可以阻止他 这是他的权利 这个就是当年在1946年的一个行政院的公文 在同一时刻 同一时间的集体 把台湾人的国籍改变 这个没有合乎这三个原则 这个是一纸行政命令 这一张纸 所以英国政府它说欠难同意 因为并没有任何条约 将台湾的主权由日本移转到中国 所以英国政府它没办法同意 就用这一张纸整个改变台湾人的国籍 美国跟英国在当年的3月8月9月 以三次外交文书正式抗议 我们看下一个字 obligation 就是义务 简单说 国家对国民有保护的义务 国民对国家也要有效忠的义务 我们现在就遇到效忠的一个问题 本土台湾人是要效忠谁 这是一个问题 简单说在官网的文章这里 国际法重建台湾这边有写到 被占领地区的人 他的效忠医务是暂时被悬置起来 因为他并不是正常的公民 他是被占领区的人民 所以他对国家的效忠医务被整个悬掉起来 所以我们去当兵的话 也是违反这个国际法 因为我们是被占领地区的人民 这个效忠的义务是被悬掉起来 下一个字我们看到琉球列岛 琉球列岛简单跟台湾做个比较 非常接近 琉球是在1879年 日本帝国取得领土 台湾是在1895年 那琉球列岛 是透过日本帝国兼并琉球王 来取得领土 那台湾是从大清帝国阁壤到日本帝国 那国民教育都有实施 征兵制也有实施 只是在实践不一样 一个是1898年 一个是1945年 地方制度选举也有 这些都有 所以日本帝国是根据国际法 把这个程序走完 才拿到省省省省 不可分割的领土 并不是说用枪炮弹药 就可以逼迫这里的人 变成他的国民 这是不可能 下一个字看到Sovity 这几天大家都一直听到Sovity 租款 租款这个意思是什么 其实它的成分是很复杂 Sovity的意思很复杂 它是很多的有形无形的意义组合起来 譬如说有形的就是土地和人民 这是Sovity的有形的意义 那么无形的意义就是说 Right Title跟Cred Responsibility Duty Obligation 这些抽象的意义 都组合在主权里面 我们想像主权是一块蛋糕 蛋糕 这个蛋糕如果说我切这一部分 浅色的部分拿走 那可以说我吃掉整个蛋糕吗 并不行 大家都知道 我放弃或是我丢掉的只是这一块浅色部分 不代表我放弃全部的蛋糕 所以说日本国政府放弃 Right Title跟Cred to Formosa 它只放弃了这个浅色部分 但是没有放弃的是更大的部分 更大的组成就是主权的义务 这并没有放弃 目前这个主权的义务是在所有权人 日本天皇的首领 我们简单介绍到这里 好 下一个字就是TCG 这个我们都知道 这是台湾民建户 我们有专门的课程 有讲师在讲 下面是台湾民建户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 台湾民政府是在2008年2月2号成立 去年的今天 刚好就是今天 去年的今天 有第一次登上日本的 东京新闻报跟中日新闻报 那去年的9月在华盛顿DC 主席办了第二次的酒会 我们的主席Sony上发表重要的宣言 这个是美国的名主持人 Scott Truman 好 那最后一个字就是介绍军事政府 这个我们都已经都知道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的简写就是USMG 就是发行我们ID卡的这个主管机关 那这个USMG跟台湾民政府是根据法理 国际战争法存在法理关系 并不是政治关系 好 讲到法理关系 就来到我们这一节课最后一个单元 就是法理台湾 什么是法理的台湾 就是说大家要拿出建国 不是他说台湾是他的 你说台湾是你的 这样就可以 要拿出建国 这个是法国人画的图 清国的拓制地 当时清国是这样看台湾 为什么东半部不见 就是清帝国没有办法征服高沙族 征服高沙族才有办法建立全台的主权 但是清国没有办法 因为一到这个地方就被砍头 就被杀头了 清国打不上去就没有办法 那么有人说 郑成功 明正时期 有占领台湾 那么范围在哪里 只有这个红色 西南沿海红色的部分 所以也没有建立全台的主权 真正建立全台主权的是日本 大家有看过电影赛德克巴莱 日本人真的是用到高山去征服高沙族 这样才有办法 在1895年 这是第一份跟法理台湾有关系的文件 非常的重要 1895年的下关条约 这个跟台湾的法理关系 正式确立从大清帝国转移到大日本帝国 跟我们买卖东西一样 你买房还是买新车都要签契约 好 当时是在这个 山口省的西南沿海线下关市的春帆楼签这个条约 在西南沿海线这一栋楼 日清奖和签订条约的 现在是纪念馆 外面有一个纪念碑 第二份文件跟法理台湾有关系的 法理文件就是 1945年4月1号的天皇教书 天皇教书 正式给台湾人参政权跟参战权 成为帝国的臣民 那为什么是4月1号 这不是愚人节 也是日本政府快进年度开始的那一天 是新公司成立日 新进员工就职日 也是不动产租约生肖日 也是学校开学日 所以日本帝国拿到台湾这个土地 他是正式签约 就像我们每个人买新车买新房子一样 都会想好好整理 在日本人来之前 台湾人的寿命只有三四十岁 其实日本人在征服台湾的过程 真正战死的人只有一两百人 大概是一百六十几个人 但是生病死的人好几万人 日本的军队死于虐疾 利疾 各种传染病死掉好几万人 所以日本到台湾之后才开始 做基础建设的整理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嘉南大郡 本来五公顷的水田变成十五万公顷 当时平埔的部落也有种 也有种植农作物 但是一下雨就是水灾 没有下雨就是旱灾 这是嘉南大郡的范围 这是现在乌山头水库 这个就是总建筑师工程师是 哈达尤一级先生 日本人说他是佛罗摩沙东的父子 就是佛罗摩沙大巴的爸爸 他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 一辈子都是规划 台湾跟东南亚各地的水利发展计划 跟培养人才 这是哈达尤一级的夫人 是在哈达先生是在往菲律宾的船难中往生 然后夫人就继续留在台湾 照顾小孩到长大 一直到战后 国民政府要强制送日本人回国 那这位夫人他不希望离开台湾 所以才投身致敬在哈达先生所 盖着这个水库这里 投身在这里 所以现在有一个哈达先生的墓 的铜像跟夫人的墓碑在这里 那前几个月哈达先生的长孙 巴田修一先生又来台湾 击败他的阿公跟阿嬷 我们再举个例子就是新竹站 新竹站是在大正二年所盖的 这个是跟日本车站 TOKYO EKI 是同一个风格 这是新竹站 这是TOKYO EKI 东京车站 都是Mazugasaki建筑师 日本唯一受封爵位的建筑家的作品 还有总督府铁道部 还有基隆站 已经拆掉 基隆站被拆掉 这是新竹站 新竹车站的模型 去年新竹车站还庆祝100岁生日 这个也是在新竹的东门町游乐馆 这个是全台湾最早有空调冷气的电影院 现在夏天想到有冷气就很高兴 这是1933年有冷气的电影院 还有铺地毯 在新竹东门町游乐馆 这是现在还保持得很好 如果大家到台南玩 也可以看到三棵很大的榕树 这个是日本的育人皇太子 跟他的弟弟来台湾种的 我们这一次去日本的代表团也有种树 所以可能是感谢日本人的建设 在311东日本大地震 跟10大米发生的时候 台湾是世界最早抵达救援队 也捐助世界最高的救援金 日本也在大地震的时候 展现令人感动的秩序 因为手机不通就打公共电话 也没有人去震仙恐后 有的上班族没有办法回家 在路边睡觉也是会留一条通路 给别人经过 所以 就是代表说 台湾人的温情震撼他的灵魂 这个是日本人自己自动自发 发起感谢台湾的帮助 这个是妈妈教育小孩说 以后要记得是台湾人 又救了他一命 那这一次高雄发生这样的气暴事件 日本人也有发动捐款 这个是日本生技专家加藤大雄先生 来台捐款 援助高雄气暴救灾 这是这两天的新闻 还有日本的这个众议员 Komayashi小林先生 带头为高雄气暴募款 还有在日本的巴王指示 为高雄气暴募款 都是感谢台湾 那我们最后的时间要介绍 最重要的这个条约就是 旧金山和平条约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这个条约在美国的旧金山 战争纪念歌剧院签署 整个条约很长 我们就挑第二条第四条 第六条跟二十三条来介绍 这个是旧金山的战争纪念歌剧院 这个是旧金山的战争纪念歌剧院 这是当时签署的情形 在第二条的B有说 日本放弃台湾澎湖的一切权利 权利民与要求 这个事情导致了美国是台湾地区的主要占领 全国这个状况到今天没有改变 那在第四条里面 有人说什么是USMG有写在哪里 写在这里 那所有盟国跟日本签约之后 九十天要立刻撤出 但是美国为什么现在还在日本 并不是他没有遵守旧金山和平条约 是因为他在九十天之后 又跟日本签了一个美日安保条约 所以有签订多边或淡边 bilateral或是multilateral agreements 就不受这个条约的限制 好 所以可以确定美国在旧金山和平条约架构内 唯一有立场在九十天之后 还可以维持在日本驻军的同盟国 那第二十三条的重要性就是说 指出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 这里 这是条约的本文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它是在众多国家当中 很多同盟国当中 比如说Australia、Canada 之中独立出来 享有这个占领的权利 就是美国 为什么 因为美国是 太平洋战争里面 对日本、台湾唯一进行军事行动的 国家的一个武力 所以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或是说The Principal Conqueror 才享有 才能够享受这个Right to Occupy 才可以去占领 如果说加拿大 还是澳洲来占领台湾 这是不行 并不是占领全国 就不可以来占领台湾地区 所以这个条约的本文 已经写清楚 在澳洲、加拿大等等的盟国之外 是美国单独享有这个占领权 那这个条约 SFPT 这个条约 是比台湾关系法 一个中国政策 跟三个零和公报 还要更高的法律地位 那美国人 最后的时间 我们很快的 回顾一下 这些年来 几十年来 美国人对台湾的地位 曾经都有很明确的宣誓 是 在1951年的5月 General McArthur 在美国国会听证会有说 Legitically Formosa is still part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法理上 台湾人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 这纽约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有报导 然后在2004年 又是另外一位将军 General Powell 鲍威尔将军有说 公开说 台湾 is not independent 他不享有 enjoying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台湾不是独立的国家 不享有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 这是我们的政策 我们就是美国 这是美国的政策 而且是firm policy 坚定非常强硬的政策 为什么可以这么强硬 因为根据国际法 根据旧金商和平条约 还有2007年 美国国安会自身主任韦德 您说 台湾或中华民国 目前不是一个国家 美国政府的立场是说 中华民国是多年来 没有解决的议题 他没有说台湾 是这个中华民国不知道怎么解决 很久了 As you know for many many years 就是你知道我知道 这个事情已经拖很久了 最近在2011年 美国的卫生部长也有说 联合国没有任何机构有权力来 决定台湾的地位 因为台湾的地位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就是美国总统跟日本天皇 才是有决定权力 有权力来决定台湾的地位 所以说 检查一下你的答案 台湾的法律地位 仍是被占你的领土 是被谁占领 谁的领土被占领 答案就是 日本台湾保有收入款 美国总统要有这么多款 这就是标准的答案 所以台湾民政府的成员代表团 才可以在日本的皇宫警察本部 列为参赫者先头 享有优先进场的待遇 参赫者先头 虽然不是起得最早 但是我们都会被带到最靠近田皇的位置 这是台湾民政府的代表团 在日本皇宫 美国总统有说 今年是展开行动的一年 所以美国总统有进行很多行动 我们也要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先看一段 因为这是我们的征服者的影片 短短一两分钟我们来看一下 先过去年 早上这年来在我的《州总统的合约》 我说2014是一年来的应用 而且我认识了 在近三个月从那时 我从来的动作 我自身上没有公共和国 我认为我们可以広勿逐渐 才能多的家庭人 那是什么意思 我们创业务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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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 刚才有千多多$10.10公平 We're working with states, cities and businesses to raise wages as well. We've acted to encourage more transparency and pay for workers and strengthen the enforcement of equal pay laws. Because women need to know whether or not they're being paid fairly. And businesses need the tools to fix pay disparities when they arise. We've launched three more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stitutes, hubs of innovation to spur private ague-Sector-Investment in the cutting edge research, America needs to be a magnet for good jobs. In addition to our first manufacturing hub in Youngstown, which focuses on 3D printing techniques, we've now got hubs focused on next generation power electronics in Raleigh, lightweight and modern metals in the Detroit area, and digital manufacturing and design in Chicago. And we've got four more on the way. We've directed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to create an easy-to-use retirement savings account called MyRA. giving Americans the chance to save for a dignified retirement. And we completed the competition to redesign our high schools so that students are better prepared for college and a career in the 21st century economy. We brought together leaders from some of the nation's largest businesses who agreed to best practices that give the long-term unemployed a shot at finding a job. And announced new investments using existing funds to support the kind of job-driven training that provides American workers with the skills we know businesses are looking for. So that's a lot of work over the last three months. But we're not done yet. It's no secret that we've got more work to do. And I remain eager to work with Congress and anyone else who wants to help hardworking Americans get ahead. But America doesn't stand still. And as President, I won't either. That's what this year of action is all about. I'm going to keep pushing forward however I can to make sure America remains a place of opportunity for everybody so that everybody who works hard can get ahead. And if you're with me, let me know. 好,就稱之為美國總統歐巴馬說的 We have done yet. 我們還沒有把事情做完。 還有很多事要做。 但是歐巴馬總統確實在執行, 確實在行動。 在今年的四月份,歐巴馬總統有宣佈說 The Sengkaku Island就是尖閣群島 是被日本管轄。 這是美國總統公開第一次這樣講。 而且把它寫下來。 So they fall under the U.S. and Japan Treaty. 就是完全在美日安保條約的底下。 這是第一個美國總統。 He wrote。 他寫下來。 好,最近是在這個月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Mary Hoff 在我們課程的最後要提到這個重點。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說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 美國的政府承認Japan sovereignty 日本的主權有包含這些島。 這些就是北方四島。 原來我們剛才課程講的 大日本帝國的北方四島。 本來日本國政府並沒有辦法去管。 那現在美國的國務院發言人說 美國政府承認日本人的主權 其實就是日本天皇的主權 有over包含這些島嶼。 所以美國一步一步在恢復 大日本帝國的主權領土範圍。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 Japanese sovereignty over these islands。 那我們自己 美國人有做它的部分 我們自己也要做我們的部分 做好我們自己的部分。 Do our job。 因為天助自助者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那我們知道這些知識 要繼續去研究 那也要實行。 所以還沒有申請ID卡的要去申請 那還沒有受訓的就要繼續接受受訓。 這個是 practice is the key to it. 要實行。 真正去做才會得到好處 才是真正 了解界的學問界地寫的一個方法。 以上的資料是從新台灣論 台灣戰爭的回顧 還有官網的資料 還有感謝田中石家小姐文史工作室 還有最重要的這個網站 台灣clearification這個大家要去看。 那今天的時間就到這邊。 講課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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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